会在刚刚看到是旺董隔空指挥韩国瑜 指导韩国瑜 我觉得现在旺董好像在跟韩国瑜招手 你不要代表国民党出来算 你代表无色觉醒党出来算好了 搞不好蔡衍明 说实在的蔡衍明出来弄一个旺旺党 又有钱 又有自己的网路平台 他自己其实本人还蛮适合 帮他去拉拉队的一个总干事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韩国瑜 叛逾之后然后投靠旺旺党 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不过现在很好玩是 大家在讨论说 吴敦毅到底有没有换鱼的一个打算 然后就有人发现到说 吴敦毅昨天去高雄那个场子的时候 他特别对在场的所有支持者说 现在是我们高雄人 最接近当总统的一个时刻 然后大家的疑惑说 这个在讲王金平吗 因为很少人会把韩国瑜 视为是高雄人 毕竟韩国瑜是为了选举 才特别签下去的 那在今天我觉得这个整个 TVBS的民调以及品观点民调 呈现出来了 除了说是现在是韩国瑜 大幅落后于那个蔡英文这个之外 一个最重要观察点是在喜好度的部分 你知道那么TVBS民调里面 针对蔡英文 郭台铭柯文哲跟韩国瑜做一个喜好度比对 其中让大家认为喜好度最高的是郭台铭 而且他高达43%获得大家喜好 然后不喜欢的人是只有39%低于四成 这个是所有的四组候选人里面 不喜欢他的比率最低的 然后第二个是你知道第二组是喜好度同登同分 是那个蔡英文跟柯文哲 都有39%的人喜欢他们 但是不喜欢他们的人比较多 不喜欢他们的蔡英文高达48% 然后柯文哲高达44% 但非常让我压抑的是那个韩国瑜 韩国瑜喜欢韩国瑜的最低只有34% 但是不喜欢韩国瑜的高达56%过半数 过半数里面竟然有四成的人 是非常不喜欢韩国瑜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如果国民党真的还要持续的挺韩国瑜的话 我觉得那个其实讲实在的最后一条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现在那个郭台铭 那个吴敦印在做的一个手段是 让那个郭台铭跟韩国瑜 某一种情况之下让两强相争 他也不直接开除郭台铭 看郭台铭靠你自己目前的情况 联署出来或后续的发展 是不是有办法真的打败韩国瑜 如果他把韩国瑜的民调打到15%以下 变成是韩国瑜根本没有一个 连他的钢铁韩粉都在崩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国民党 说一句实在话 韩国瑜搞不好自己都没有那个脸出来选 因为肯定就是会把国民党带进去 整个历史的坟布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是 今天 我们知道今天四点的时候 那个香港这边 可能那个特首 就是林郑月娥要有一个重大的宣布 外界在猜测可能是不是要宣布撤回这个逃犯条例这件事情 外界关注 不过很有意思是 今天国民党的中常会 吴敦玉跳出来讲话 而且他首度针对国民党的一个反中中立 那个议题发表了一个他们的态度 他们除了呼吁就香港各界冷静 建立一个沟通平台 港府要基于民主人权 然后反对暴力跟激烈手段来镇压之外 他们特别去强调一件事情是国民党的态度 他们说国民党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然后坚决反对台湾独立 然后他们支持一中各表下的九二公式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从整个反送中议题 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最清楚的去针对反送中的这个话 有一个发表谈话内容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 当他一口说我们反对 坚决反对一国两制情况之下 但是也是同样吴敦玉自己提出说 他们选后可能会有一个和平协议 如果说他们现在期盼的整个国民党 在未来113行里面 可以取得过半数 他们说未来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到 要签署和平协议 那请问你的和平协议是什么 你基于一个中国之下 你要跟中国去签订的一个和平协议 如果不是你说 就是所谓一国两制 那难道会变成一国一制吗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的整个议题其实是非常混乱 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国民党要针对 反中东这个议题进行一个发表言论 很清楚的反中东议题是 资助就是让整个蔡英文民调 只可以从原本输韩国瑜10个百分点 到现在大赢韩国瑜12个百分点的一个 最重要关键 所以在这个议题里面 国民党没有办法缺席